圣经导读 一般人对智慧的解释是 聪明以及才智 就是对事物的迅速灵活 正确理解和处理 它也包括敏锐的观察力 理解力 以及判断力的 因此我们都喜欢追求智慧 圣经的箴言是谈论智慧最多的一卷书 它甚至将智慧凝人化 然而圣经中所指的智慧 却是从敬畏神开始 真智慧是认识神 有了来自神的智慧 才能得着生命的益处 智慧的反义就是愚昧愚蠢 圣经教导我们智慧与愚昧 不是天生的 不是与神聚来的 它与智商 IQ是不同 它是我们的选择 当我们选择敬畏上帝的时候 就是选择走在智慧的道路上 并开启了生命泉源 这样的智慧是透过谦卑 以及顺服得来的 它是我们一生得益处 亚克书一章五节教导我们说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斥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必赐给他 请我们一起来圣经导读 耶和华我的神啊 你是智有永有的主宰 你是智慧彰显于天的神 诸天以及穷昌 都在述说你的荣耀 你是我们的智慧 以及聪明的泉源 是加征我们日子的神 因经上说 经文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至高的真神 便是我们的聪明 亲爱的天父上帝 求你不要向我们隐藏 愿我真认识你 主啊在你有智慧的道路 而敬畏你就是智慧 祂使我能远离罪恶 求主赦免我的无知 好让我接近 属天的智慧和真理 求你挪走我的愚拙 以及各样属世的聪明 好让你夺得我的心 如此可以攻破 拦住人认识你的至高至大 愿主赤我谦卑以及顺服的心 并把属天的智慧 以及能力都赤给我 帮助我竭力地操练 成为看脱万事的属灵人 主啊 愿我倚靠圣灵的能力 为你做工 圣灵啊 愿我更多地认识至高圣洁的主 因你借着智慧 使我在世的日子增多 愿我得着你的智慧 因它是与我有益的 求你为我挪走心中的泄脉 以致我可以远离愚昧 圣灵啊 你已把天国的奥秘 向我们显明 为要我们知道 这奥秘是何等的丰盛 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 成就的荣耀 主啊 在末世之日 我要倚靠你得胜的名宣告 必有神迹其事随着我 好让人来认识 又真又果的神 孩子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 阿们